各位親愛的街坊 親愛的市民 各位親愛的街坊 親愛的市民 我們是前線人民力量 我們今天有一幫兄弟姊妹在這裏 和街坊接觸 希望每一個街坊見到我們的義工 見到我們一幫兄弟姊妹 穿著人民力量T衣的 都拿了一張單張 我們特別希望大家認識 替補機制的弊柄 其實替補機制雖然很有爭議性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我們要大家記住 你放棄你的權利之後 你知不知道有多難拿得回呢 是很難拿得回的 你如果放棄了一個權利 反對一件事 我們是要用理智的方法去做 最理智的方法就是投票 最理智的方法就是辯論和投票 而不是說我不准人家再做這件事 我要放棄一個普選權 一個補選權 如果你說一件事是輕言放棄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相當不理智的做法 你不贊成某些人的做法很簡單 投票反對他就可以了 那他以後無法做 你只要投票反對 其實那個投票權利是在你的手上 放棄了這個權利 你的下一代 你的小朋友將來要拿回去千難萬難 所以我們都呼籲 每一位市民珍惜 補選的提名 參選和投票權 不要輕易放棄 你輕易放棄了 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拿回來 各位張穩澳的街坊 各位張軍澳的市民 我們是前線人民力量團隊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是介紹我們這個服務團隊的 我們這個服務團隊 將會努力在這個區域服務大眾 我們希望每一位市民都認識我們之餘 也都認識一些我們提出的重要議題 今天我們的單張提出的議題就是逮捕機制 逮捕機制的問題就是 第一 它要你放棄一個權利 去堵塞一個所謂的漏洞 但問題就是 這個做法是一個相當之不治的做法 權利放棄了你怎麼拿回來呢 你問一下你放棄一個權利 要拿回來有多容易呢 其實一點都不容易的 我們不可以為一些短線的爭拗 短線的不合意見 而去輕易放棄自己的權利 這權利不只是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 而是關乎到你自己你家人全港選民 他們的下一代的權利 我們不可以就這樣把這些權利拱手相讓的 拿了權利拱手相讓之後 人家是不會給你的 他就說是你自己放棄的 不是我們逼你的 如果你要爭取回你的 真是千難萬難 我們希望每一個市民慎重考慮 逮捕機制這個方案有多少 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很多政府誤導市民的地方 我們希望你們認清楚 這一件事情 關乎你們最切身的權利 各位親共的將軍澳的街坊和市民 我們是前線人民力量團隊 今天來到你們的當中 我們是去宣揚我們的理念 我們人民力量的理念 相信是人民最大 相信是說在群眾的 站在群眾的一方 我們相信一切的東西 都是以群眾的最重要的福祉 和權利為依歸 我們希望通過理性和平的手段 但是在直接的手段去爭取 人民的基本權利 我們希望每一位的街坊都明白 權利你爭取了就要珍惜 有的權利不要輕易放棄 放棄了你怎麼拿得回呢 你只要問一問 我放棄了這個權利 我有什麼辦法拿得回 你就知道 它不是買一棵菜 我買了錢我可以退得回 沒有這回事的 你權利放棄了 你要用很多汗水精力 甚至有些地方 是要用流血來爭取的 所以不要輕易 將你首帳投票權 參選權提名權拱手相讓 不能輕易這樣做的 你輕易這樣做的話 基本上你拿多少十億 多少萬億都拿不回來的 是最珍貴無價的權利 是我們的投票權 我們的參選權 提名權是無價的 各位將軍澳的街坊 各位將軍澳的市民 我們是前線人民力量團隊 我們今天來到風和日麗的日子 來到這裡接觸每一位街坊 首先我們同身 我們是會在這裡直根 都投票了 我都結束了 走入不把 走入不去 走入不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